天主教教宗方濟閣在巴西一星期訪問的最後 是在里約以來勞著名的科巴卡班納海灘 舉行盛大的尼薩 為天主教世界青年節畫下句號 教宗並且宣布了下一屆青年節的主辦過 教宗抵達科巴卡班納海灘的時候 受到熱烈的歡迎 他沿途向群眾揮手致意 不時停下來打招呼 教宗在星期日的集會上宣布 波蘭將主辦明年世界青年節 這位也就是前教宗約翰保禄二世的畜生地 波蘭的天主教徒對這項宣布感到非常興奮 在星期日的尼薩之前 教宗在巴西逐漸失去熱情的年輕人身上 投入了很多努力 他安慰抗議政府腐敗的年輕人 鼓勵他們將眾心放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 大約有300萬人參加了這場尼薩 很多人在海灘上柳野排隊才能夠參加 科巴卡班納海灘平時充滿清涼打扮的青年 現在他是擠滿了衣著整齊的天主教徒 雖然氣候炎熱 朝聖者萬多靠歡迎這樣的改變 他說看到年輕人不再抽煙喝酒 不打架鬧時到處一片祥和 他感到非常驚訝也很開心 在巴西的一星期當中 教宗一再強調所有天主教徒 都必須主動接觸社區裏貧困和失去信心的人 教宗對巴西的訪問 正值巴西民眾在全國各地舉行大規模示威 民眾抗議政府斥資百萬籌備2014年世界杯足球賽 它是不用來改善教育、醫療和大眾運輸